公主奉命将五千车粮草送往灾区 不料却在郊外遇到劫匪 我们是黎龙国的使臣 来给仙田关崖送粮的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话音未落 成百上千的劫匪向士打了鸡血 与使臣交战在一起 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 尽管公主拼死搏斗 也没能护住使团 只能眼睁睁看着粮车被抢 此时黎衡心中焦急万分 就在这时远处的灾民成群结队的走来 黎衡本以为事情会有转机 希望能尽快地找到官府 追回粮草 不料这些灾民就像疯了一样 将他团团围住 还口口声声说黎衡是汉拔 想要除掉他 黎衡见状十分惶恐 他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那些灾民根本就不听解释 黎衡就这样被灾民强制带走了 原来这一切只因禁国大汉 百姓们颗粒无收民不聊生 此时谣言四起 灾民们觉得干旱的缘由来自于汉拔 只要除掉他 便可天降甘霖 于是他们一路向南 追寻长相酷似仙女的汉拔 正巧碰到貌美的黎衡 这才将他误认为是汉拔 另一边新田驿馆内 二皇子奉命前来震灾 他一眼就看出 虽是干旱导致的饥荒 但这其中不乏有贪官污吏 从中谋私来填饱自己的钱袋 与赵贤士商讨如何解决问题之时 外面一阵吵闹声 引起他的注意 于是慌忙前去查看 只见黎衡被绑在木桩之上 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汉拔 可台下竟无一人相信他 还要将他活活烧死 二皇子不明所以 一旁的赵贤士向他解释 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 通过烧汉拔的行为来起语 汉拔 我看分明是个无辜的女孩子呀 就在此时法师将木桩点燃 熊熊大火瞬间就燃烧起来 从而见状当即就穿过人群跑向站台 拿起一根木棍将燃烧的柴堆分散开 冲到黎衡身边解开了绳子 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 此时台下的灾民不依不饶 大家责怪崇尔救了汉拔 势必会影响其 不料崇尔此时站出来亮明身份 表明自己的来意 并承诺定会让大家活下去 此话一出就遭到了灾民的质疑 仅凭几句话 如何让大家幸福 崇尔为了安抚明星 面向众人发誓 若不能救你于激口 人人皆可使我肉 赢我血 此时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不知他的话是否可信 此时一位男子站出来 他表示可以给崇尔三天时间 若是可以解决大家的温饱 并会相信于他 回到驿馆 离恒特来向崇尔表达感谢 崇尔这才知晓对方身份 他将这一切的过错 揽到自己身上 并表示离戎国血中送炭 乃是善意之举 不料却生出许多事端 害得使者们克死一乡 还让公主遭此劫难 心中十分愧疚 离恒看着眼前的男子 财貌双全颇有担当 不禁怦然心动 当即就决定留下来帮助崇尔 解决灾民的温饱问题 夜晚离恒带来了三张热腾腾的大饼 崇尔疑惑不已 此时填饱肚子已经很困难了 如何能寻来这等美食 离恒声称城中的大户人家巡抚 可用银两换吃时 不过贵得离谱 他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首饰 才换来这三张饼 一旁的赵贤士向崇尔说道 巡抚历代为官位高权重 是显赫的豪门 他家有粮也不足为奇 崇尔闻言心中一阵窃喜 当即决定去巡抚借粮 刚一进门就向巡抚表明来意 谁知他竟卖惨装可怜 声称自己已无余粮可借 崇尔早就料到这老家伙不肯借粮 便让离恒与他对峙 谁知巡抚一口咬定 并不认识刚刚换饼的离恒 还扬言可以去府中搜查 若是搜出粮食必定上交朝廷 巡抚的态度让崇尔气愤不已 看来他早有打算 今天怕是要无功而返了 为他排忧解难 他提出可以返回黎荣国 再次筹解粮食 崇尔闻言心中不胜感激 可无论是哪国百姓都是活生生的人 万不可谓了灾民 让黎荣国也陷入困境 离恒看着眼前的男子 如此的重情重力 内心的好感油然而生 崇尔交代离恒返回一战 整顿人马 准备抢抢巡抚粮仓 事态紧急已故故地钢长法界 可这藏粮之地究竟在何处 意识还无从知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一味狭义之士出现 将藏粮地点写于竹签之上 暗中扔给崇尔 隔天崇尔与黎衡带领灾民来到粮仓 崇尔向灾民说明 此次开仓放粮并未经过主人同意 但事态紧急 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多一个人饿死 希望大家不要慌乱 有序领取 可这粮仓门锁紧闭 此时侍卫提出要将房门砸开 却遭到崇尔的拒绝 这违法之事 还是我来做吧 崇尔说完就将门锁一键劈开 看见满屋子的粮食 众人欣喜若狂 这下终于不用恶肚子了 此时巡抚中也收到了粮仓被抢之事 巡伯立刻就带人追了过 你们是抢盗吗 这是我的粮仓 老夫 老夫要杀了你 过来 崇尔深知自己理亏 可现下实属无奈 他表示愿意将性命交于巡伯 任由他处置 巡伯当即就想杀了崇尔 可看到他刚正不恶的样子 终究还是于心不忍 长叹一口气 跟掉了手中的剑 完了 要了老夫的亲命了 崇尔安慰巡伯不要为了身外之物 大动肝火伤到身体 这粮食算是自己介的 为了让巡伯放心 他将皇上亲赐的玉牌交给巡伯 以此为证 承诺日后定当如数奉还 当务之急事让灾民能够活下去 之后他与离恒公主之间 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关注时光 一起追剧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